Hello,不羈道,繼續和大家追蹤 金九銀十這個概念已經徹底崩圍的情況 為什麼外國這麼緊張中國這些數據呢? 我告訴你,主要就是2008年 其中一個金融海線就是次案危機 次案次案是什麼?房地產 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是全世界都會擔憂的 7月的時間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專注 就是估計房地產業務和相關行業 對中國內生產總值的GDP 貢獻力高達四分之一,即是25% 今年已經有人跟我們計算了 1998年的時間市場改革 推動了房地產的崛起 在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支撐下 中國出現驚人的建築熱潮 而銀行有瞄準這個商機 願意盡可能多地多方面向發展商 買家提供運劫 而根據澳新銀行的研究部本月一份報告 抵押的貸款佔中國整個銀行的未償還貸款 可能高達20至30% 在房地產需求輕旺的背景之下 1994年中國頒布城市商品房預售管理法 引入了商品房預售許可制度 目的是解決開發商在商品房開發過程中 面臨的建設資金的問題 換句話,准你賣樓花 樓花的錢怎樣可以再快速 你向銀行再借錢,然後再賣地,再團地,再去起 但是今年或者去年開始 開發商違約就越來越多了 隨著房地產價格不斷飆升 房地產企業又不斷加大共軍 引發了地方政府對開發商的負擔過高的擔憂 去年政府開始執行所謂的房企融資 三田紅線的新規矩 由中央銀行制定未償還的房地產貸款佔銀行貸款總比率 試圖減少開發商負債過高 對整個金融業的威脅 此舉是進一步令到金融業萎縮 本身是好的,但問題是 原來很多債務已經隱藏了,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違約 隨之而來就是很多的違約出現了 地方政府的官員都可能有參與 那你想一下,只是單體恒大 該公司已經負債超過三千億美元 直到今天究竟是殭屍企業 要分拆出來怎麼去救呢 中央政府都沒有說過 一直都是拖字 拖拖一下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即使好像你和你女朋友仔 有些喊叫,最後大家都不理 拖拖一下,然後突然有一天 喂,我們分手了 沒有啊,我還沒跟你分手 但是我跟了一路走 是不是這樣? 很像 停泰潮也蔓延了 中國很多城市 一刀切地方銀行爆雷 政府拿不到那麼多錢 中央政府又把收地的賣地的錢 放回去中央之後說 你有需要我給你 但是根本就不夠用了 所以一環扣一環 地產項目就出現了 好像骨牌的效應 惠譽評級 本週一一份說明中說到 如果惠譽繼續升級 可能會產生 嚴重而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美聯儲2022年5月發表的 金融穩定報告 曾指針 中國房地產的危機 會蔓延並影響全世界的貿易和風險情勢 喂 不是關你事這麼簡單 是全世界都可能會產生 怎樣產生 用條理產生 產生 因為不能夠 因為額太大 還有 很多的退休投資基金 都放在這些高息的債券上 喂 人家真的覺得你可以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中國房地產龍頭死了之後 都不知道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 突顯了中央的管治能力的水平 之餘呢 今年中央只是去做維穩 只是做防控 還有 是要搞二十大 二十大之後為什麼沒有人知道 所以現在 中國的經濟 是一定呈現了一個非常嚴峻 而崩壞的情況 所以 北基道的粉絲 看來 北基道一向都說了 點贊 訂閱 我會繼續和你披露 以顛覆你的 情緒 思想 去看一個新的概念 趁勢價值投資 有智慧不如趁勢 多謝大家